新竹縣五峰鄉山區竹122縣沿縣 是陸續都有路數倒塌 好在都沒有壓傷人 那麼鄉公所全力戒備 陸基掏空修復工程是趕緊的加固結構 以防再坍塌 那麼國軍也禁駐待命 隨時要來協助救災 中台小犬直鋪台 預防風雨襲擊 五峰鄉長邱維書和縣議員張醫生 視察原鄉管制區 入月開始後風勢比較大的情況 就造成我們主線到有多處的 這個樹枝這樣子一個掉落 那經過縣政府的溝通 也在張醫生議員的協助之下 都能夠順利的 而且緊述的把這樣的一個障礙去做清楚 我們也會下到這個割村莊 來去做一個視察 來確保我們鄉親的成名財產安全 鄉公所全力戒備 國軍也進駐 隨時準備協助救災 先是來到竹122縣39.6K 仿式陸基掏空修復工程 施工人員忙著加固預防崩塌 道路也進行交通管制 現在呢可以看到路上有許多的樹枝 經過一夜的大風已經斷落掉落在地面上 難以通行 雨時雖然漸漸的趨緩 然後吸水也算是蠻平穩的 不過千萬不要掉以輕心 仍要有零星的遊客前來遊玩 稍早的時候呢 在衛生局也有民眾前往看診 今天颱風天然還是照樣來拿藥 對 颱風還是要來拿 沒有血藥就要來拿 衛生所開放民眾看病拿藥 路上人車稀少 但仍有遊客前往清泉風景區遊玩 停放不少台露營車 鄉公所將進行勸禮 希望能夠在一些景區 在疫民感災害者潛似的區域裡面 都能夠來勸導路上的這些遊客 盡量避免這個在颱風的時候 路上以免造成危險 雖然雨小但風大 全縣人籠罩在暴風圈內 道路沿線陸續有樹木倒塌 民眾千萬不要掉以輕心 切勿前往山區和西邊活動